3月12号上午呢 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 5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正式上市 3月13号上午 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了老百姓大药房的上海门店 工作人员表示呢 他们收到了通知 说可以首发售卖新冠自测产品的消息 但是目前还无法购买 需要先登记预约 具体的到货时间呢 还不确定 该门店首批只有100盒 价格呢 是每20只596元 单价呢 大约就是一只30元 还有在昨天呢 沈阳市召开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46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 3月12号零时至24时 沈阳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系外地协查的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3月11号 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经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3月12日24时 已排查出其关联的密切接触者24人 次级密切接触者195人 风险人群3650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严格管控措施 3月12号 沈阳区大东区继续开展第四轮扩面核酸检测 和平区 浑南区 苏家屯区启动第一轮扩面核酸检测 其他区县对重点行业进行核酸检测 此外 沈阳市还向全市人民发出倡议 为快速 有效控制疫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歼灭战 阻击战 特向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请保护好自己 助劳第一道防线 请保护好家人 打造安全防护网 请保卫好城市 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请尽快接种疫苗 建立免疫防火墙 无论风雨 我们都与城市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共克时间 助劳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本台报道 保护自己 保卫城市 贺言副主任的这句话也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我们一起加油 抗击疫情 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